大陆市场有多大 现在厂商想要达到广告效益 纷纷流行冠名 像是之前在戏剧的部分来冠名 达到广告的效果 现在就连综艺节目也没错过 看着节目好收视好 不少厂商捧着钞票要求置入 而这模式现在也逐渐转向台湾市场 而且这个戏剧每个月的冠名厂商 还可以不一样 不过同样是冠名 在大陆以及台湾价码确实差很大 执行上面台湾的市场跟法规 也多了不少闲置 好棒喔 还有帮我买内裤 这个是内裤吗 这是裤子耶 上节帮爸爸采买 两兄妹却搞乌龙就怕被挨骂 这时候只好使出温情攻势 大陆石井秀爸爸去哪儿超热门 收视率更被大陆傻下叫 就是看准这样的市场 不少的厂商捧着钞票要求置入 就连台湾也跟进 打开电视机不管是本土剧还是偶像剧 就连综艺节目通通都是冠名播出 同样都是冠名价格却大不相同 举例来说像是大陆爸爸去哪儿冠名一季就要5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5亿元的天价 但在台湾本土剧偶像剧综艺节目冠名一季只要80万到500万元不等 价码差很大 价差甚至差到近千倍 卖的都是全球的冠名权 所以它的冠名费用非常的高 可是这个节目到台湾来之后呢 因为碍于台湾法规的规定 因为他们上面有这个广告商的问题 在我们这边会有广告化 所以我们不能它全部的名字播出 台湾冠名有法规上的限制 加上台湾市场小想要抬高价格更是难上加难 价格虽然大不相同 但是冠名的字数也没受限制 有时候冠名也会闹出笑话 安歇雅演出的偶像剧冠名的就是 清洗女性私密部位的保养用品 变成赛奇尔浪漫剧场妹妹 不少的观众看了更是印象深刻 厂商搞创意达剧名 虽然引发讨论 但也算是引起观众的注意 赚到了广告效益 记者孙平俊往梦庭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